台信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你取得保德性国际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权 正式跨足保险业的领域 台信金宣布以55亿取得保德性人寿百分之百的股权 金融版图补足了保险业的范畴 保德性人寿的员工将权数留任 其保护的权益跟保障完全不变 美国保德性金融集团旗下的保德性人寿来台30年 外勤约有700人内勤300多人 共1100名的员工权数留任 台信金承诺即使并购后保护权益不受影响 以强化本公司与金融领域的营业竞争力 达成长期经营的策略目标 有受限界模范身支撑的保德性人寿主要销售保障型的保单 走的路线稳扎稳打 2月份宣布要售出100%的股权退出市场 第一金控台信金控联邦银行进场角逐 一开始由出价最高的第一金拿下优先议约权 但随着董事长廖灿昌请辞第一金缩手后 台信金控成功抢标 为了收购保德性人寿 台信银行不惜出托张银持股筹现金 只要处分张银的三亿股就能回收55亿元的资金 而台信金在张银的持股将减少3% 仍旧是张银的第一大股东 接下来杨视区内面里台报道